花冰的好像并不少 花冰的 花冰的不少 不去了吧 不去了 以前都路过了 都拍摄过了 拍一下这个花车 这个花车 这个花车好像是 35美元票价 这是旧金山100多年历史的 花车了 150年历史了吧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旅游项目 不去了 人挺多 花边的人挺多 它这个花车 这个挺好啊 它是世界上仅存的 靠人力 什么什么地 什么什么车吧 叫什么了 我查过 仅存的一个 所以这种 年代久远啊 这也是优势啊 上次我来的时候 这边有好多烧烤摊 卖那个烧烤啊 走了走了 不去了 已经路过了就行了 拍摄过了就行了 好 我逛马路吧 我逛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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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它就过 走了 这边是一个大厦婆 是卖的服装 这个地方 他这个模特 为什么 把蓝脑的血掉了 这个不好 吓人 还是应该把脸做出来 把脸做出来 没有脸了 这边是卖纪念品的 这边 针对游客了 所以旧金山 这个旅游城市 这个小猫好可爱 是猫吗 方泽英 猴子 老虎 对吧 今年虎年 这边 这边是 Table Car 什么什么 缆车 什么什么休闲室 Lounge 缆车休息室 原来后来 他发货了 我就想算了吧 但是心里觉得也很不舒服 行吧 反正 有些时候难得糊涂吧 也很难较真儿 这个小宝宝画得很可爱 这个小男孩 淘气的小男孩 像动漫里的人物一样 上面写着Retail for lease 零售为了租资 是什么意思 零售为了租资 就是说他在出租店铺呗 就是出租可以用于零售业的店铺呗 铺面门脸出售呗 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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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营业房 对吧 可以了 绿灯了 这条街还很热闹 这是哪条街了 这是 哪条街不知道 跑花街 对 跑花街 这个花车又过来了 那个 停了 那个回到终点了 这个出发了 这个 跑花街 对吧 是跑花街吧 是跑花街 对 跑花街 这不是 Powers and Missions 没有什么游客 空跑呢 这车 差不多是空跑 几乎是在空跑 这是一个旅店 Hotel 旅店 又有一个亚裔的小伙子 做广告 他可能也是为了拉近 跟亚裔人的距离 美国这边 种族意识很强的 Hotel Green超市 这是 我从这路过 他也动一下门 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这个人在垃圾箱上吃东西呢 好可怜 好可怜 比我还可怜 这个人背个音箱听歌呢 旧金山虽然城市并不大 但实际你要学习 大家了解的还很多 文化 经济 种族 艺术 各方面 红灯 红灯 等一会儿 不要被他们带错了 这边 我是逐渐喜欢上这个城市了 一开始我对这个旧金山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城市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咱们华人给它起名字的城市 对吧 比如说巴黎 纽约 这个是他们本来的就叫巴黎 对吧 但是旧金山 它不叫旧金山 美国人管它叫San Francisco 叫圣弗朗西斯科 这个旧金山这个名字是 咱们中国人给它起的 就硬生硬的给它起个名 你不管它是不是同意 反正我们就给你起这个旧金山了 这个是很不多见的 你看其他城市 这种情况就很少见 很少你说哪个城市除了旧金山 这几个还有别的城市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城市 有没有老外用洋人的名字 给咱们中国城市起名字 也没有吧 好像没有 但是咱们中国人就可以给 美国的城市起名字 虽然它不叫旧金山 它叫圣弗朗西斯科 但是咱们就管它就管 就叫旧金山 让它也是没抓没落的 它就得瘦着 也挺有意思 其他城市有吗 能想起来其他城市吗 好像想不起来 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UNISQL联合广场 联合广场 这边还挺热闹 因为这边离联合广场近 这是在做什么姿势呢 推着垃圾箱走呢 不过了 等吧 等下一个红灯吧 再往前走 就比较冷清了 比较热闹的那一段 跑花街 花车那块就没有了 刚才路过那块 是很热闹的 前面就没有了 这个地方正常是地铁的换机口 哄哄哄响响 可以过了 起着走了 还看一个国内的一个案件 是一位女士 但是 这人就这么睡觉呢 不冷啊 露着后背呢 也不盖上点 国内的一位女士 她有60岁吧 也不容易啊 她在一个比较 远的一个地方居住啊 就是 当地没有银行吗 是山区好像 她是 非常勤奋 就是也很节俭啊 就是不停地干活 不停地干活 然后把挣的的钱呢 比如说 每次她挣的钱不多嘛 挣个十块 八块的 二十块的 包括她卖一些废品呀 一些编制袋什么的 比如说别人扔的编制袋 她把它捡起来之后呢 攒成盆去卖 卖废品 然后 就是一块钱一块钱 这么挣 满一百块钱之后呢 就去商店 换成一百块钱 之后呢 就把这个钱放在身上 她用一个袋子 塑料袋装起来 然后在这个腰带 这个整一个铁钩 用这个铁钩勾上 把这个 这个钱勾在这个裤腰里 就是说 就是 她那个钱就贴着 她的这个内裤 就是说 外边有个铁钩勾着 怕掉嘛 然后结果后来 这个人被 发现失踪了 他的 钱被别人抢走了 后来破案呢 是因为他们村上 有一个 年轻人啊 好吃懒做 又赌博 然后欠下钱了 因为 这个 女的老太太吧 暂且成为老太太吧 她 在身上随身 带着钱的习惯 全村都知道 但是她很谨慎 这边有个帐篷 现在不是 不让搭帐篷了吗 怎么又搭帐篷了 她很谨慎 她不是经常 给别人打连工吗 比如说 去这家帮忙 那她要让人家来接 来送 保证她的安全 她身上带了 一万多块钱吧 其实也并不多了 但对她来说 就是很大的财富了吧 想想真的很不容易啊 然后 还是被遇害了 后来警察在 破案的时候 就想 这怎么办 怎么 也没有什么监控啊 那边 然后 也知道她 每次都是有 冬价 她给谁家干活 谁就送她 接她嘛 就按说 她不会遇害呀 她最后给谁干那活啊 然后后来是 在她身上查出来 16块钱 12块钱 然后警察说 为什么这个小偷 这个盗贼 把这个一万多抢走了 为什么没有抢这12块钱呢 这个12块钱 她从哪来的呢 后来一查 是换那个编织袋 换的钱 警察就怀疑 是不是 这个费品收购债 那个人 起了歹心 把她给害了 结果不是 后来是一个小伙子害的 那小伙子 以前 30岁了 也没成家吧 好像是 也没有钱证 拿警车了 然后有一天下雨 后来她就 注意到 这个老太太给人干活 雨一交 她还是南方地区吧 穿的也很单薄 她这个女的这个 内裤那个位置呢 鼓鼓当当的 一下雨 水一交 雨一交 就把衣服打透了 浑身湿透了 然后这个 内裤那个地方 这个就鼓起来了 后来她就换衣服 把钱就拿出来了 让这个小伙子看着 就记住了 就抢她的钱 被她给 把她给抢了 后来警察说 那你是什么 怎么去做的案呢 那这个被害人 她每次都是 用冬箭送啊 按说没有你 没有你做案的 这个空啊 完了那个 这个人后来说 我是在她家附近 这样埋伏着 是有一次 有一个冬箭送她回来 然后送到家 快到家门口 一百米的地方 那个人就说拜拜 就跟她说拜拜了 然后这个女的 这个老太太就自己走着 全然就到家了 快到家了 走几步就到了 就在这几步的道上 就把她给害了 把钱给抢走了 所以想象也真的很 很心里很难受啊 就是 这个好像就应了 那句话 说 攒下银财 还追命鬼啊 其实如果她不把这个钱 放在身上 可能她就不会遇害啊 不理解 不太理解 就是现代社会了 人们还出这个事 但是这个案子 已经发生了有 有几年了 但也不是特别 早的事 按说在农村地区 应该有农村行事啊 她比如说攒钱 攒个五六百 或者千八的 就存在行事呗 就是说 你可以在山上放钱 但是不要放太多呀 你不要放太多钱呀 对吧 你放一个几百可以 一千给 你怎么放一万呢 一万块钱的话 太多了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厚厚的一打 那怎么搞啊 这边是一个 人们的自由交易市场啊 人们在这交易 是吧 那个肯定是不妥呀 一万多块钱 厚厚的一打 另外 这个小伙子抢完钱之后 第二天就买了手机 拿着现金去买手机 然后手机店的这个老板说 这个人给的钱比较特别 就是说 他把这个钱数过来之后呢 有股怪味 有股怪怪的味道 然后警察一听这个手机店老板这么说 就确定这个人干的这个坏事啊 就像以前 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破案的一个故事吧 就是 有一个什么 卖肉的 他这个铜钱 丢了吧 完了还有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店铺的 铜钱丢了 问是谁丢的钱吧 后来这个当时的县官呢 就用一盆水煮 用开水煮 能煮出油花的话 证明是这个肉铺的 没有油花呢 就不是肉铺的 不过这个也不确定 对吧 这个也 就那意思吧 就是说他这个钱呢 在身上随时时时时的带着 而且 这个人呢 这个女的呢 她是 平时在养机场工作啊 可能也有一些 接触一些味道的东西吧 再加上他 把这个钱 长期的内裤这个位置放着 可能也有一些带着他的 体香 对吧 行吗 这个词很文雅吧 然后让这个手机店老板 这个闻到了 后来把他抓到了 把这坏人啊 所以 真的要 顺应时代吧 就是不要当守财奴 然后也不要在身上 放着这么多现金啊 他不像那种 比如说以前 讲的一些逃犯啊 什么的 他们没有身份证 银行开不了户 有的躲着去了 在那边工地打工 只能把这个钱 绑在身上 被人偷了也不敢报警啊 那没办法 但是 这个老太太 她本身 她是 对吧 守法公民 她完全可以开个户嘛 对吧 不理解 对吧 对吧 谢谢大家